轻松一点我们来看个精彩的表演 这是由古巴老乐手组成的乐团 乐视福生路 首次要到台南来演出 我们先带大家先读为快 19230年代古巴首府哈瓦那 一群专业人士聚会时 都会聘请老乐手来演奏 这些古巴乐师算薪水微薄 但因为对音乐的热情坚持不断 这是美景俱乐部 也就是乐视福生路的由来 直到1961年 俱乐部因为政治影响不关闭 他重新出现在世人眼前 则是一场美丽的意外 后来不但录制专辑乐视福生路 拿下格莱美大响 还拍摄成纪录片发行 在全球创下2300万美金票房 古巴乐音乐也因此传送到全世界 他有很细微的节奏 然后他有很特别的一种节拍感 当你听到音乐的时候 你会觉得这感觉 你会想要跳舞 但是却不是热情奔放的 四月乐视福生路将再度来到台湾演出 乐迷可以亲自感受这群老乐师们 因为音乐而散发的真情魅力 Tegers新闻综合报道